什么?我竟然发现下水道里的老黑最害怕的东西是什么? 伙伴们,难道你们不好奇?老黑最害怕的东西是什么吗? 我的妈呀,伙伴们,今天我在弹仔岛玩耍的时候,又被老黑给害了呀,老黑直接把我给撞飞一百米。 小伙伴们,难道你们不好奇?讨厌的老黑在弹仔岛最害怕的东西是什么吗? 他真是个老六呀。小伙伴们,众所周知,我们走到井盖的上面,我们按一下这个啾啾键,伙伴们,我们就会躲进井盖里。 众所周知,如果我们按住啾啾键不松手的话,井盖就会和正常的井盖没什么区别。 当弹仔走过去,我们直接可以把他撞飞呀。 伙伴们,你们有没有被下水道里的老六给坑过呢? 被下水道的老六坑过的,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呀。 伙伴们,今天我竟然发现这个老六的弱点。 伙伴们,伙伴们,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? 在弹仔岛有一个细迷稻草人? 我们走到他的面前,会拿到一张戏院锯票的门票呀。 伙伴们,我发现我们捡到这张门票。 其实这个,老黑最害怕的就是剧院票据呀。 剧院票据可以把它们直接炸出来。 你们知道吧,这就是。 下水道里老六的克星,剧院锯票。